嗨 大家好 我是黄家兰 今天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进军到我们的高级道黑道去 那首先呢 我们各位朋友要在中级道南道已经能流畅滑行 什么是流畅滑行呢 我们的弯形哦 圆润对称 没有很明显的极起极停 我们先做一点点小示范 我们现在在Cypress这个Horizon这个南道 这个比较前半段这一小段啊 这两个小坡算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南道的坡度 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是弯形流畅圆润啊 我们在这个中级道这儿 我们待会后半段才会到一个黑道 到那个Rainbow那个黑道那儿去 对吧 这个弯形呢流畅圆润 换润的时候呢 没有明显的卡住 没有 就是直接是顺着换过来 顺着换过去 甚至这个地形呢有一点点小颠簸 我们都是可以无视可以忽略的 那这个情况呢 我们才可以进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黑道滑行的这个内容 那好 那首先我们黑道滑行 另一步就是要适应坡度 到了直接换认了那是不明智的 对吧 去那推坡呢好像适应不了坡度 那怎么办 我们做阶梯式转弯之前我们有教过的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试一下做阶梯式转弯 也可以不明白的各位啊 回到我们的之前从零基础到精通那个合集 从零开始教你教到精通的那个合集 去看看阶梯式转弯 我没记错的话是第九级 对吧 第八还是第九级 然后呢看看那个内容多练练在黑道上在高级道上做阶梯式转弯 它有什么好处 我们不用直接换一个认 我们转九十度然后就回来了 OK吗 阶梯式转弯就是我们呢滑起来 会像一个阶梯一样的形状 我们啊 例如前任的时候呢 我们会一直转九十度 板头对着山下的就马上转回来前任 前任转指着山下再回来 后任从里指着山下回到后任 接下来我们这边做示范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那现在我先从后任的开始做 我会远离镜头对吧 然后我们滑后任的过程中呢 九十度就回到后任上 转九十度就回到后任上 前任呢一个道理对吧 转到哎 这边有点平补先过去了 对吧 大家在过程中啊 哎 大家看到吗 也可以自己控制一下速度 我发现阶梯式转弯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什么 掌握速度控制的一个练习 大家发现了吗 那好 那又来到有一点点坡多的地方 我们又可以开始继续做我们阶梯式转弯了 对吧 板头对着山下回到前任上 板头对着山下回到前任上 板头对着山下哎 不够位置了算了就换过来 对吧 板头对着山下回到后任上 板头对着山下回到后任上 大家看到吗 我们转的过程中啊 跟我们转弯换任的时候一样 用我们的宽关节大腿这两个全时收紧50% 所谓的收紧核心 收紧这个核心肚脐也以下大腿跟往上 这叫核心肌肉群 核心肌肉群加大腿全时你只要踩到板上 50%的收紧程度 让它把我们的上下半身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的全身动作能够一块合力 让我们的全身一块的去转弯 这样我们每一个关节用力就比较少一点 我们滑的才轻松 人家看的才舒服 我们滑的也才有 就心里会有底有竖 OK吗 那在这个基础上做阶梯式转弯 也就用到这个技巧 对吧 也是我们宽关节和这个大腿 带着我们全身肩膀宽关节 膝盖脚踝一块转 再一块转回来 看到吗 一块转一块转回来 所以说我们之前教了很多说我们滑行的动作 是要以这个下半身关节为主 下半身关节的动作为主导 但没说上半身就不动了呀 它为主导只是说它先动 上半身也得动 肩膀别弯了动 OK吗 我们转的时候肩膀你看肩膀如果完全不动 滑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这看着就不对 看着就不正确看到吗 对吧 肩膀要跟着一块转 甚至要主动转 特别是我们滑更陡的坡 我们要转的更圆的弯的时候 对吧 看到吗 我们一定要肩膀要主动的转 这样我们弯才能转弯 才能转的快才能转的顺 我们人才能把重心留在板子上 OK吗 那这是第一个点 好 那我们第一个点 顺带连接到第二个点 就我们刚才说的 髋关节肚脂炎以下 到腿跟马上 就是核心肌肉群还有大腿全时收紧 而且一转这个地方 如果它是收紧半松紧的情况下 50%收紧程度 一转的话你全身一定会跟着转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的膝盖跟脚踝 还有我们的肩膀 顺着这个劲一块往一个方向转 就是所谓的说人话 全身一块转 对吧 到了黑道一个意思 只是什么呢 绿道蓝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转慢一点 弯大一点都还能杀得住车 黑道的话我们就要转快一点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动作 对吧 只是要做快一点而已 不是不一样的东西 OK吗 大家不要把它妖魔化了 把它神化 没有没有那么复杂的 OK吗 但是说的容易 为什么要有就做起来就很难 那为什么要有刚才的阶梯式转弯 先从横过来转90度再回来 OK另外一边横过来90度再回来也做得到 那我们可否理解为放90度之后回另外一边不回这边就OK了 你完全有能力做得到 如果刚刚阶梯式转弯能流畅做到 用上对的关节对的发力稳当的做 那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OK吗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到这全身一起转 我们来做对的示范 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个Cypress Rainbow这个黑道 那我们的摄影师呢一直在左边镜头在左边 我们试一下演示一下全身一起转是什么概念啊 记得全时收紧的地方 然后全身一块转看到吗 全身一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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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没有很大的动作是全身一起用力 所以就感觉就没什么转很轻松 但记得只要我肩膀不转 这就完蛋了 肩膀也是要转的 只是肩膀是跟着身体一起转 他不能是主动的单着先走了 那不行 OK吗 好 那我们呢 做得到这个 全身一起转之后我们会发现 诶 只是把动作做快一点 但说的简单 不经过前面的练习脑子想明白了 可做不出来呢 OK吗 然后最后我们现在 诶 第一个想想 我们能稳住 蓝道的基础上 往黑道慢慢进发 能转90度 刚才全身一起转 能转180度 动作能做快了 最后一步什么 我们一个C型弯转过来了 最后结束的地方 我们还没说呢 对吧 一个弯的开始 一个弯的中间 我们都说了 最后第三步就是最后这个弯怎么结束 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地利用我们的身体重量 去利刃 OK吗 之前我们有做到过的一个 上帝老人家的一个动作 对吧 我们可以镜头来我们侧面看看 让比较明显 那是一个练习动作 不是说大家平时滑的时候要这么滑 OK吗 什么叫上帝老人家 是帮助我们找到髋关节 给膝盖让位置 去给我们的板子施压利刃 让我们板子利起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在陡坡上 我们不把人利起来 我们是扫不住车的 OK吧 我们只是为了把刃怎么样有效的 轻松的 高效的利起来 我们尽量动的少 刃尽量动的多 对吧 而不是我们动很多 但刃不动 那不对 对吧 这个练习就能帮到我们 那上帝老人家 顾名思义嘛 上帝前刃的时候做一个上帝的动作 为什么呢 让我们的髋关节去让位置 给我们的膝盖让位置 因为我髋关节 如果在后边我膝盖是没法往下跪 我的前刃是立不起来的 一个上帝 哎 好了 让我们找到这个髋关节出来 哎 膝盖就能动了 看到吗 膝盖就能动了 但记得膝盖要顺着固定器角度打开 大腿要收紧 这样你才能有办法 而且脚踝不能踮脚 一踮脚那绝对是没法做了 这些动作都 你要感觉不是我们的脚尖踩在地上 是我们的前脚掌 我们整只脚的整个前脚掌 压在前刃上 这个发力才是对的 如果做不到说明你踮脚尖了 那就不对了 OK吗 不能踮脚尖 固定脚踝角度是可以 不能踮脚 OK吗 那前面上帝 哎 OK了 老人家呢 顾名思义嘛 像个老人家像抱水桶 哎 刚才这个就很考验这个后刃的平衡能力了 对吧 我如果人是刚才是这样的 我绝对就摔了 对吧 老人家就像个抱水桶一样 看到吗 这样的话我的人的重量中心点 就在后刃的正上方 我都不用动 对吧 我需要更高的力量 我只需要干嘛 屁股再往后一点 脚尖顺着脚尖勾起来的力 把膝盖稍微伸直一点 大家看啊 看到吗 看到吗 只需要这样就能把刃力的很高很高 只是上帝老人家是一个练习 帮我们找到髋关节 也不给膝盖让位置 我们膝盖是动不了 你看我现在我想立后刃多难啊 你要勾脚尖那咋勾嘛 人肯定也会往后倒站不稳 平坡还可以 躲坡做不到 好 那我们现在一边走 一边看这个练习是怎么做的 好 后刃是什么 后刃是老人家 前刃呢 上帝 后刃呢 老人家 前刃呢 上帝 大家看到吗 熟悉了以后就可以把手上的动作去了 宽关节的位置 动作留着就行 看到吗 这滑的就非常轻松 但是呢 大家也要知道 滑雪啊 是动态平衡类运动 这个动作不是越大越好的 我们一定要合理 对吧 大家顺着我的速度一起来看看 我们往这边靠一点 我们呢 随着我们的速度快了 对吧 这宽关节折叠 膝盖折叠 动作幅度也要做调整 这个上帝老人家 对吧 幅度也要做调整 看到吗 不要做太极端了 而且那是一个练习 只要找到这宽关节 给膝盖和脚踝要位置的感觉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去了 然后回到正常的滑行李 只需要你动作做对了就OK了 好吗 你看现在我们滑一个 这半段应该都没有30度 我觉得27 27多25多 对吧 这但是一个黑道了 是Rainbow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下来 大家看到也不会特别的费劲 我还能一边跟大家说的话一边下来 OK吗 所以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宽关节这个利刃 在我们一个弯出弯的时候 能让我们对抗住这个往下山滑的 你看我不利刃的话 我就一路往山下滑 你看到吗 大家看到吗 我不利刃 我就一路再往山下滑 我一利刃呢 我停住了 停住了我会怎么样 我就会往山的侧面去 那我们才能走出一个S弯和一个C弯 对吧 弯才会是圆的 要不没有横切这一段 我们就完蛋了 这个滑行 这滑行就完全是失控的 这不对的了 OK吗 那所以啊 这个利刃怎么利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OK吗 上帝老人家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个利刃的感觉 其实他就是利用一个比较生动形象的比喻 来帮我们找到这个宽关节跟膝盖跟脚踝之间的一个动作的一个 配比一个配合 OK吗 甚至在我们以后freestyle的时候 其实这个动作能帮到我们很多的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克服了这个黑道 对吧 分三步 从一个弯的头三分之一 到一个弯的中间的三分之一 到一个弯出弯的那三分之一 一整个弯就结束了 一二三三步一定要按顺序练 不能跳步 然后一步一步练好 找个朋友帮你用手机定点拍一拍看一下动作 跟视频里做一个对比 就知道啊 我该练下一步了吗 还是我该多练练这一步 OK吗 好 那我是平平无奇的皇家兰 我做得到的 你也一定可以 加油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